近40年的动画行业经验 连续16年担任奥斯卡动画短片评委 风靡世界的动画片《嘉飞猫》导演 这些是被其身上的光环 而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远 2003年担任北京大学动画系主任 2012年在张铁林的吉利邀请像 来到广州济南大学 担任艺术学院动画系学术主任 年度精品展取名《动真格》 寓意推动真正的动画创作 这是一场有别于传统的学生作品展 动真格是背起的年度挑战 在翻译亚马的帮助下 他将会给动画戏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改变 请继续收看本期感知广东 距离精品展还有一个月 今天被其按计划检查学生作品完成的进度 这是四年级学生李小彤 今天我的作品叫《黑洞》 就是说一个宇航员 他掉进一个乐器里面 遇到一些奇幻奇妙的事情 音效是动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像有点在水里面那种 在背起的带领下 动画系以年度创作为中心展开教学 每位学生每年都必须独立完成一部作品 学生入学即进入创作状态 打破毕业创作的具现 四年级学生练营 我今年的作品是讲一个关于早茶的故事 对其喜欢向学生示范恰到好处的音效 然后他呼吸的这个身上 是吧 然后他脖子在 对对对 这个还没加 可是并非所有学生的创作过程都如此深 下午两点被其对大三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动画好玩好看的背后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工作量 静止图案要形成流畅动画 每秒需要24帧画面 所以制作一部两分钟的短片 就需要绘画2500张画稿 动真格是对四个年级学生的专业能力 与精神毅力的双重考验 同时 指导如此多的作品 对于背起来说也是巨大的工作量 去年作品成功入围精品展的大三学生林文强 今年开始感觉到了压力 我这个故事是讲人的自由的 就是人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比较自由 代表小孩子那些发生性的思维 文昌是一个很精彩的男人 你知道你能给一些提示 它就发现了他们的想法 他们会给你更多的东西 文昌是特别的那样的 他怎么会抑制自己的 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什么 动真格精品展 给予低年级学生 获得与高年级学生同等的创作指导 与展现机会 对于四个年级一视同仁 王科是文强的同班同学 去年的作品《吃货2》同样成功入围精品展 王科今年希望挑战一下自己 选择难度较大的拳击题材 这涉及到大量运动规律与镜头切换的设计 你要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来讲 很想把它做好 但是难度也很大了 让学生充分理解动画中的人物动作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学生自己演绎 王科和文强都是班里的优等生 他们去年的作品也成功入围智利国际动画展 鼓励学生多参加国外各类动画节 也是贝奇给吉他艺术学院带来的改变之一 如果你去这样参加的话 确实是能开阔自己的事业 你会看看别人的想法会怎么样 换个环境去把自己放到里面 你也会进步比较快 它是非常助理的 在世界上的角度和在中国的角度 我们一直在找出资源源源 币琪和动画系主任李杰 对学生作品进行初步评估 对象是不 实际上一个不 我认为是不 这是很日本的 是不 啊 不 不 是这个可以吗 是这个可以吗 还是不 是这个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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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这个可以吗 是这个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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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 这就是一个对的 一定是对的 这是一个第一个年纪录的 她之前没有拍摄过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电影 非常特别的 我认为她非常好 我认为对的对的 是经历过面试 就是必须让他 对动画是一个正确的 认识的这些同学 并且他对动画 有浓厚兴趣的这些同学 我们才会把它招进来 招生时增加面试环节 也是从贝奇来到技大以后 推行的改革手段之一 第一年级级级 是非常强烈的 有很多奖励 他们很快就复制它 开始使用它 被奇非常重视 学生动画的故事叙述 但是在评选过程中 他发现中国老师 有更多的考虑 讨论的气氛变得有点紧张 对于学生作品评选 被奇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 他不参加因为它秩庳 必须拿出来 王柯作品进度之后 因为完整度不高 所以未能通过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距离洞争阁还有三天 动画系的老师集中在放映厅 对今年的学生作品进行中评 好 这个 上一个 我觉得好久说像她那种想象力 她那个打那个导弹出来的那个宽敞景的那个 是吧 这都非常 其实做得很漂亮 对 非常好 对更多的这种表现形式和想象力 我觉得是应该鼓励 讨论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 他还挺挺可笑的 他都很激烦的 是我们鼓励的 这种肯定是这样的 这种表现的 这种表现也是 那种表现的 就是这个是这种表现的 因为这国家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材材 很多学生在这里 认为这种电影 在那里有武器和困难的男人 是很酷的 这会惹我 因为这不是很酷的 这种困难 我也不知道什么要做 因为这种很好的电影 这个要不然就再选吧 如果说画面就会选 究竟学生作品的形式与内容 哪个更重要 其实它背后折射出 中西文化的差异 6月18号 终于迎来洞珍阁精品展的日子 清晨九点 贝奇已经在活动现场忙碌了起来 一楼是学生作品展示 与交流会的场地 挂画的高度 间隔与顺序 每一个细节 贝奇它都亲自把关 在科学馆二楼将会进行 优秀学生作品的展映与颁奖 入围的优秀作品 将会通过展映的方式揭晓 首届洞珍阁的成功举办 在鼓励学生创作方面出现成效 从去年80件参赛作品 到今年上升至110件 在众多作品中 只有一部作品 能够获颁年度优秀作品 我觉得这个奖应该要颁给 我们班全体为医生 努力奋战的同学 因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 以极具领南特色的 早茶文化作为题材 通过西方动画手法 来表达它的早茶时间 是一部充满本土生活气息 与乐视幽默感的作品 这种采用电影大屏幕展映的方式 在国内尚书首次 比国内传统平面展览形式要好 一方面具有观众的参与度 同时对学生的积极性 心理满足感 愉悦感 都是传统展览形式所达不到的 它很好的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 动真阁精品展的概念 最初是贝奇为美国加州艺术学院 所设计的 高强度的创作型教学模式 是美国每年培养出大量奥斯卡 获奖动画导演的关键要素 其中 展映结束后的交流会 也是重要环节 在交流会上 各地的动画公司 行业制片人 有机会与学生进行直面交流 以促进教育学 禅语言的良性发展 行业人士能够在这里 发掘到明日动画新星 学生也能通过这个展示平台 来寻求工作或实习机会 许琳 被骑在中国的老朋友 专程从深圳过来 属于中国第一代动画制片人 在动画行业工作了30多年的他 已经看到这些学生作品 背后的商业潜力 一部好的动画作品 应该是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 经过一年的努力 李鸿侠今年的作品 也入围了动真格 王柯最终因为未能完成作品 而无缘动真格 在这个庆祝的场合 难免内心感觉到一丝寂寞 我也挺要求的 可能这次对我来说 结果应该是我想要的结果 其实就应该是这样 就让你知道 有些东西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完成 你就需要被这样打击一次 你心里还要有一个劲 你心里还要有一个劲儿 这些东西在生活中 教导年人们在生活中 教导年人们在生活中 甚至认为你做得正确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经常会有效 所以这就是一种语言 无论是喜悦还是失落 都是源自对动画的热爱 或许青涩 但无不渗透着梦想与执着 中国未来动画导演 正悄然成长 看着这些作品中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与日益成熟的制作能力 这些动画热血青年 就是贝奇为自己 在实现中国动画梦的路上 所交上的一份满意答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